当天,时期时许,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,在疾病防控中心大门附近发生打架,亲调查,发现一对年轻男女在接吻时,女子用牙齿紧紧咬住男子的舌头,并且已有鲜血流出。 民警通过人力制止胃果的情况下,果断对女子使用催泪喷射器,后女子才予以松口,事后民警将男女二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,后经检查,男子并无大碍。 在女子情绪稳定后,民警将其交由父母看管,经了解女子周某与刘某某系情侣关系。